哈喽我是Kai 今天要来分享弹势世界World Flipper 这款新手游就是我玩了一个星期的一些心得吧 那这款游戏在上个星期三开服 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玩的很多 就第一天刷了一下手抽 很幸运的就种了这个风奶 非常高人气的角色 因为我本身玩很多游戏 都是会选风属性 尤其是Side Games 龙伴啊碧蓝幻想 很意外的风队的人气是很高 我觉得是有理由的 一开始玩家就是会 拿到这个角色 官方送的 他也是风的 这一个就是那个暗影师章的 亚丽莎 再来呢 主线一开始 关卡第一张 也是属于风 所以你打了这个之后 他开启之后的那个副本呢 都是可以让我们先去 获取到风的武器 第一个是这个猫头鹰 第二个就是这个不死亡吧 所以玩家一开始就可以 依靠打这个关卡 再来商店这里换 换对应的武器啦 就是对风属性 有利的 哈哈 然后主线故事又另外 再送的我们一位这个 白虎 四星的风角色 所以 即使我们没有其他的五星 就是只有一张这个风奶 五星 其实都可以组到一个风队来玩 就好像我目前这个搭配 你可以看到我的阵容是这样呢 风奶的SARP是这个主角 然后第二个这个是随属的 应该是三星吧 诶 四星的角色 再来另外一个猫头鹰那个 这个是两星的 从1S副本刷出来的 这游戏呢 虽然说他目前是索区 就是在台湾香港是 不能直接游玩 不过马来西亚这里就 我们是不需要VPN都可以玩到 然后虽然是索区了 可是 可以看到玩的人还是不少 就是 在 应该头两三天就有人把主线全部破完了 而且 相关的攻略啊那些 然后技能的翻译啊 很快就有这些资料资讯让我们去查阅了 我是有去看就是 主要是NGA 再来就是巴哈 可能会尽量的解释一下吧 虽然我也不知道我所了解的东西有没有错 如果有讲不对的地方或者是各位知道更详细的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让我知道了因为我也是在摸索这款游戏需要爬文更多才知道一些更详细的地方吧 那其实看了很多文章就是他们都会说你没有风奶的话就很难玩到风队了 所以由此可见这个角色真的很重要 我们来看他的队长特性 风属性角色HP60以上时 该角色的攻击力就会加115% 所以血量高攻击力就高 他们是称之为浑身 这样的队长技确实是合理啦 因为风奶这角色本来就是补血的 再来就是这位角色菲利亚 他的三大能力 第一个是风属性的角色HP加10% 血量加10%啦 然后队伍全体被赋予这个浮游效果的时候 攻击力会加30% 再来呢菲利亚他的技能除了是可以对全体补血 另外也是会赋予这个浮游的效果 我看这里写说是浮游其实就是 如果有了这个效果之后 你就不会被场上的那些debuff弄到 像是减速 掉落 重力场 风吹 就好像打第一个这个猫头鹰 他在中途也是会有那些吹风的效果 啊 就好像这个吐风 所以如果我们有了浮游的话 相信是不会被他影响到吧 第三个能力就是 风属性角色血量降到60%以下时 回复该角色最大30%血量 不过只能触发一次最多 因此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通过这个角色 我们就学到了两个名词了 一个是浑身 一个是这个浮游 那队长说完了 其余的都不是五星的角色 不过呢我确实是用这个队伍 就是可以通关完全部章节 那先来说一说 第二个和第三个的杀 为什么会用这个水和这个猫头鹰吧 其实就是这两位他的技能都有那个 可以给予浮游这个效果 那我相信这就是了解风队 最开始的一个基础吧 接下来说一说新手该做些什么去开荒啊 首先在第一章就是通关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EX EX这里呢 这一个 这个猫头鹰是可以让我们刷到 就是这个他自己的角色两星的 就你至少去刷一个出来吧 就可以放在队伍之中 我也是打了几场就拿到了 其实不会很难 再来呢 共斗这里 就是BOSS的副本 你是可以去刷一刷 猫头鹰 他就是会拿到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勋章的道具 然后不死亡 呃终极吧 也是会拿到 这一个就有两种 拿到了这些呢 我们就可以来商店 第三个 在这里你就可以兑换两把风属性的武器啦 那就是上面的 这个是猫头鹰 不死亡也是有一把 其实我也是没有换完 就是我也没有说真正的 去一直刷一直刷 只是打到了 呃 拿到了一把吧 然后另外一个是 有拿到第二把 所以这个你看到是 觉醒了一次 有了之后就让你的角色 换上这两个武器啦 再来第三个 就可以放主线拿到的那个宝珠 呃我放这个是加攻击力的吧 其实我也还没研究 这个宝珠是要放哪一个比较好 暂时来说 嗯加伤害就OK吧 那这商店呢 其实你打到这些宣章 它不只是可以换武器 也可以拿到一些 就是觉醒 风属性能力 嗯技能的那个呢 就是这些素材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换 换了之后 下一步就是 去解放风乃的能力啦 第三个 这里 就是这边 嗯主要就是我们要 解放这个 就是学习 这个大的 你可以看到有四个 只要这四个都 然后学习完之后 角色就会觉醒 就是看到 立会会改变呢 像我现在这个立会就是觉醒之后的 这一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三大能力呢 就是都是需要靠这样的方式 嗯去解了 它才有这样的效果 第一个是 啊角色加百分之十啊 然后 佛游有加攻击力啊 然后 血量低的时候 回复会增加 如果你没有去解的话 这些能力是没有的 像我其他角色 都是没有 像是这个白虎 它是完全还没解的下面这里 哈 虽然我已经 就是完成了全部章节 不过这个亚莉莎我是有去觉醒啦 所以它能力 三个都解完了 基本上有升了这些 然后你的角色有在 就是在 第二个这里 利用这个 叫什么呢 水晶吗 还是什么 去升级角色 我觉得有接近60等的话 嗯 可以 就是可以打死最后那个大蛇了 那我是从昨天开始才真正去推主线呢 嗯 讲真 如果你真的是有时间一直玩一直玩的话 确实是很快的 因为升级真的没有停过 打了一个关卡 看了剧情 然后又再持续的打 其实体力真的是很足够 所以 我从第三章 一直都是开自动去 就是过这些关卡 都没有问题 直到第六章 嗯 最后的第二个boss 我才用这个自动打不过 然后又再 去升一升角色啊 然后解放那些技能啊 再到最后的八七大蛇也是手动 不过 一次就通关了 主要原因就是风乃吧 因为他 可能血量也高 就是虽然其他角色死掉了 他也是可以趁一段时间 然后其余的队员又复活 这样的话我们又可以 让这个战斗持续打下去 我有好几场都是这样了 所以就是虽然时间打得比较久 不过还是可以 打就是成功的通关到 嗯 所以我相信如果玩风队的话 你只有这个风乃无星的 其实也是可以打到最后了 然后 以目前来讲他们的目标 然后就是那些大佬们呢 哈哈 已经开始打另外一个副本了 这一个叫什么呢 崩坏啊 崩坏玉 它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而是这个星期前几天吧 才开始 相信角色都要练到80等以上把全部 才可以比较顺利打到 目前他们的目标都是 用自动来通关吧 而且 时间 一开始是12分钟 不过今天好像4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了 接下来就看我自己其实可以打到这个高难度的副本了 而 如果通关完主线呢 相信每个玩家都可以 最多80抽这样吧 这样我自己都已经70抽了 一开始前50抽都没有五星 后来今天早上 就是我在抽的时候 是中了这个 五星的封建 他也是 呃 就是要组封队的话 他们也是会说 你需要这个角色 名字是叫可怜吧 很幸运的又拿到一个封的角色 第4个五星 接下来会练一练看 好的 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那如果有人才刚开始接触这款游戏 又或者是想练封队的话 就是完全蒙新那种新手 希望是有帮助到大家 那当然如果你已经完成了 刚才那个崩坏的副本 有任何的心得啊 攻略啊 或者是对封队的一些 看法想法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最后 欢迎各位加好友 我现在的话也没有加到几个 嗯 所以如果各位 有在玩的话 可以加一加 或者是 留下你的ID也OK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啦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